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时的福建巡抚张诗成 这个年轻人是谁呢 他就是23岁的林则徐 当时林则徐啊 他是厦门海坊同志的一个书记 这个海坊同志啊 就是管理海口的一个官吏 那么我们说林则徐 不在家里陪着父母过年 他跑到巡抚衙门 来找巡抚干什么呢 这还要从张诗成啊 上任开始说起 1806年代十二月 朝廷任命张诗成 担任了福建的巡抚 张诗成 他是浙江的归安县人 就是属于现在浙江的湖州人 他是乾隆年间的一个旧臣 在乾隆年间 他曾经担任过内阁的中书 还有军机处的张经 这样一些职位 那么到了嘉庆年间 嘉庆皇帝啊 对他又很器重 先后呢 到这个山西 河南 江西 江苏 这些地方任职 担任过知府 担任过道台 也担任过岸查室 这些职位啊 都是很重要的职位 说明嘉庆皇帝啊 对他非常的器重 他在官场的影响也很大 但是这个人呢 他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就是爱财如命 这里所说的财 不是钱财的财 而是人财的财 就是说啊 他特别的喜欢人财 那么这次呢 嘉庆皇帝 有任命他来担任 福建的巡抚 他走马上任 上任的时候呢 刚好赶上春节的这个前席 按照当时的习惯啊 到了春节 下级 要给上级 要送这个新年贺饼 这个新年贺饼啊 就是新年贺信 所以他的属下 送了很多的贺饼 给这个张世成 在没有事情的时候呢 张世成就来翻阅这些贺饼 在翻阅的时候 张世成就发现了一封贺饼 非常特别 怎么特别呢 字 写的 非常的工整 文字 写的 非常有文采 刚才我们说了 张世成 爱财如命啊 所以他立刻吩咐手下 他说啊 去查一查 这个写贺饼的人是谁 他一定是一个财子 如果查到了 让他立刻到省来见 就是到衙门来 我要见他 他的属下不敢怠慢 很快就 下去查这个人像 结果呢 他的属下 很快就查到了这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不是别人 正是林则徐 林则徐接到这个传唤之后啊 也不敢怠慢了 所以就有一八零七年的 二月六日 这一天的黄昏 就赶到了 巡抚衙门 对于林则徐的到来 这个张世成啊 他不觊觎接见 为什么呢 他要考验一下 这个林则徐 是不是有真才实学 于是呢 他就让这个林则徐啊 写一封作折 给林则徐 出了一个题目 让林则徐呢 立刻写一封奏折 大家想一想 当时正是除夕之夜啊 家家户户都在过年 外面的鞭炮声势 此起彼腹啊 林则徐 在这个房间里 桌子上 就认真的 聚精会神的 写着作折 结果呢 天还没亮 这封作折就写好 写得非常的 工整 非常漂亮 于是 就乘到 张世成这个地方 张世成看了之后啊 拿起笔来 在写得非常工整的 这个作折上 又涂了几个字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张世成还要进一步地 考验一下林则徐 有没有耐性 有没有涵养 他投完字之后呢 又吩咐他的属下 让林则徐 再重新抄写一份 林则徐拿回来 这个作折之后啊 二话没说 依然是认真的 抄写完毕 所以抄写好了的作折 再次回到 张世成的手里的时候 张世成看了以后 非常高兴了 喜不胜收啊 所以在年初一的一大早 张世成呢 就接见了林则徐 并且当场就决定 让林则徐 在他的幕府当中工作 那么从此以后呢 林则徐就来到了 福建巡抚张世成的幕府当中 这一待 时间和不短 四年多 在这四年多当中 林则徐所从事的工作 就是起草 还有腾写 各种的奏折 和一些文读 干的都非常出色 也很得张世成的信赖 那么在这期间呢 林则徐就学到了 在官场上很多的知识 这就为他下一步步入仕途 做好了一个准备 那么林则徐的这一段经历 充分地证明了 林则徐步入仕途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是他的真才实学 对这一点 林则徐心里非常清楚 所以就坚定了一个信念 他说在未来的事业当中 我一定要依靠 我的真才实学 来成就我的事业 可是晚清时期啊 这个官场如同战场 官场上 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人 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斗争 那么这一些呢 都对林则徐 是一个严峻的一个考验 在这种考验之下 当林则徐 也成了举足轻重的 大官僚的时候 那么他自己会怎么做呢 从现有史料上来看 他主要是 做到了两点 哪两点呢 我们看这第一点 就是抵制官场留弊 关于这一点呢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 这第一个例子 是林则徐 是在京城打工 贴补家用 有人说林则徐后来 到了京城 他不是去做官的吗 怎么去打工去了呢 这还要从头说起啊 1811年的四月和六月 林则徐呢 就参加了会试和电试 并且被赐予进士身份 就是考上进士了 1813年 林则徐就离开了 张诗成的幕府 到京城去做官下 那么到了京城 干什么呢 先到了这个 汉林院 当了熟籍士 学习满文 后来呢 又受益编修 再后来 到了汉林院 去做了一个 小官 从此以后 林则徐的官位啊 换了很多次 但是呢 他的职位 都不高 都属于小经官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林则徐的生活 过得并不轻松啊 甚至说 还非常的困难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段时间之内 林则徐 生养了四个儿女 尽管 这四个儿女当中啊 有两个女儿 中途夭折了 但是呢 他的家里 依然还有四口人啊 夫妇两个人 再加两个孩子 那么这四口人 当时在京城生活 都依靠林则徐的 这点工资啊 林则徐呢 就给自己算了一笔账 他说呀 在京城的生活 一年需要的费用 包括衣食住行 大约需要五百两银子 那么当时林则徐得到的新凤 还有凤米 折合起来 有多少呢 只有二百两银子 那么这样呢 中间还有三百两银子的 差距 这三百两银子 怎么来解决 林则徐没有办法 他怎么解决 我要生活呀 于是他就开始打工了 怎么打工 帮着人家撰写 代写一些折子 还有一些书信 来贴补家用 有的时候呢 也从他的恩师张诗成 那个地方 得到一些接济 勉强 度日 那么林则徐 在京城当中生活 就没有其他的方式 能够摆脱困境了吗 当然有 比如说当时的京城 社交风气非常浓厚 这些官僚们 士大夫们 经常会沉浸在 这个酒宴用处当中 为什么要沉浸在 酒宴用处中呢 是因为 他们在官场上 要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 有了朋友圈子了 你的发展才有利 所以大家都在应酬 甚至这种现象 成为当时的一种 政治现象 如果我们说 在这个时候 林则徐也随大六 也加入到这个应酬当中 社交当中的话 他不仅能够在仕途上 有所发展 而且解决 衣食住行的问题 那根本就不是问题 但是林则徐 恰恰看不惯 这样一种 庸俗的风气 他也看不惯 这种 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 所以 坚决 不随大六 我宁愿打工 宁愿 恩迹挨饿 也不愿意 随波助流 这就是林则徐的 微观之道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例子 一场不大不小的辞职风波 反映了林则徐 怎样独特的个性 林则徐究竟想要开创 怎样的官场之道呢 走进林则徐第二集 独特的 微观之道 出设官场的林则徐 没有随波逐流 没有人云亦云 而是用自己的傲骨 与热忱 抗拒着充斥腐朽味道的 南立场 可是当林则徐 一步过程为 展露头奖的官场新兴时 他却出人意料地 上演了一场辞职风波 那么林则徐为什么要辞职 辞职风波的背后 究竟隐藏着林则徐 怎样的秘密呢 这第二个例子 说的是林则徐的辞职 1820年的6月 朝廷任命林则徐 出任了杭家湖的兵被盗 这个兵被盗这个职物啊 他是整齿兵被的一个道员 这个职务一般设置在 各个省的重要的关口 军事要地 才设置个关职 他的职责是监督军事 有的时候还要参与战争 还要打仗 位置非常重要 林则徐就上任了 可是上任了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也就是到了1821年的8月底 林则徐突然做出了一个举动 什么举动呢 他就找到了当时的浙江巡抚 帅成盈 提出一个要求 他说我父亲临兵日 在家里误食了冷心的食物 结果呢 一病不起 躺了20多天了 水里不尽 而且还昏迷不醒 病情非常严重 我要辞职 这个帅成盈啊 非常体谅 林则徐的难处 但是他要为林则徐着想啊 他说你父亲有病啊 可以回家探望父亲 但是你没有必要辞职 你回家快去快回不就行了吗 我这个官职还给你留着啊 但是林则徐说 他说我如果不辞职的话 我回家探望父亲不安心 所以坚决要求辞职 帅成盈没有办法 就同意了他的辞职的请求 那么这样呢 林则徐就匆匆忙忙的 赶回了家乡 当他1821年9月底 到达他家乡的时候 他父亲的病呢 已经痊愈了 好了 但是这个时候的林则徐 依然是在家里 过起了闲聚的生活 并且这一闲聚 就是半年的时间了 直到1822年的4月份 他重新回到了浙江 找到了帅成盈 他说我还要继续回来工作 帅成盈呢 就推荐他出任江苏淮海道 林则徐的这次辞职啊 在官场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人们的议论纷纷啊 他说林则徐为什么会辞职呢 人们根本就不相信 林则徐的辞职 是因为要回家盼望父亲 人们不相信 所以大家就猜测啊 可能是林则徐啊 在浙江任职的时候啊 跟其他的官吏 关系搞得不好 没法在那干了 干不下去了 所以借口探望父亲辞职了 这是一种说法 后来林则徐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当中 就解释了他辞职的原因 林则徐呢 是说了三点原因 他说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根本就不是外界所说的那样 跟其他的官吏啊 关系没处好 其实我们的关系处得非常的融洽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第一 我父亲确实是病重 第二呢 我母亲跟我在一起啊 我母亲要回家探望我父亲 我必须要陪着他一起去啊 第三 他说我的夫人 怀孕将近十个月了 马上就要生产了 所以身边不能没有我 所以由于这三个原因 我才辞职回到老家 其实我们今天 在分析林则徐辞职原因的时候 我们发现林则徐 所提的这三点原因 其实非常牵强 为什么牵强呢 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 杭家胡兵未到 这样一个职位 在当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位 在林则徐的仕途当中 是他往前发展的重要的一步啊 对这一点 林则徐自己非常清楚 没有其他的特殊的情况 林则徐他不会提出辞职 但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为什么他要坚持辞职呢 这是第一个疑问 这是第二个疑问 林则徐回到老家之后 他父亲的病已经好了 在父亲的身体状况 已经非常好的情况之下 林则徐依然在家里待了半年的时间 直到他父亲催促他 赶紧回来工作 他才离开家乡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两个疑问 为了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呢 我翻阅了 林则徐在这个时期 很多的文稿 那么在文稿当中 林则徐是多次提到 他对官场的不满 他说官场上 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非常厌倦官场 特别是在他的诗文当中 经常会写出那些不愿意做官 或者说当官难的这样的诗句 比如说在他的诗文当中 有这样一首诗 林则徐在诗中写道 他说乌乎立路图 那么这段诗当中 所说的立路图 是指那些在官场上 追逐立路的这些人 这段诗的意思是说 这些立路图们 平时所学的 都是怎么样 圆滑的处事 他们的志向 也仅仅停留在 吃饱饭 穿短了衣服 没有什么大志 外表上看着很强大 实际上内心非常虚弱 这就是林则徐 看到的官场上的情况 所以林则徐 对这些贪官物力 表现出了 极度的反感和厌恶 所以我们可以判断 林则徐的辞职 与他暂时躲避 官场上的这种纷扰 是有直接关系的 当然这个辞职 不是说永远不回到官场上来 而是林则徐的一种策略 他是以退为进 将来还要东山再起 果然林则徐呢 从家乡出来之后 按照清朝当时的规定啊 你要进京到历部去验道 也就是要报道去 林则徐到了北京了 按照当时的惯例 验道之后呢 你要作补圆缺 也就是说 你从哪个职位上辞职的 然后等待这个职位再倒出来 你再补上 这叫作补圆缺 可是没有想到 在这个期间 道光皇帝召见了林则徐 召见林则徐的时候啊 就跟林则徐说了这样一番话 道光皇帝说 如在这省 随未日未久 而官生破好 办事都没有毛病 朕早有所谓 所以叫如再去浙江 又有道缺 都给入补 如补缺后 好好查理安民吧 这番话当中啊 道光皇帝表明了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 就是对林则徐 在浙江的围观 所做出的成绩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第二层含义 就是打破了 作动圆缺的 这样一种惯例 道光皇帝的意思就是说呀 你不用等这个 杭家湖兵未到 倒出来以后 你再补上了 只要浙江省出现了这个 道缺 你都可以去补 这实际上是皇帝 给予林则徐的 很大的一个恩欲 这样 林则徐就回到了浙江 继续任职 到了浙江以后呢 帅成营 先安排林则徐 兼考 负责考试 不久 不久 又推荐他出任江苏 淮海道 又过了不到半个月 林则徐正式上任了 江苏暗查使 这些位置啊 一个比一个重要啊 从这些例子 我们可以看出 林则徐 是一个有视之人啊 在事件当中 他总结出了他自己的 为官之道 第一 他要尽最大的努力 当一个 清正 联名的一个管理 绝不愿意 同那些贪官无力 同流合污 第二 他要巩固住 自己的位置 自己的地位 他认为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 为老百姓办事 这就是林则徐的 为官之道 一个官居异品的 大学士自杀 将会如何牵动 朝中证据 担惊截律的林则徐 又与这个事件 有着怎样的关联 静静收看 走进林则徐 第三集 朋友变天下 林则徐一生 浣海沉浮 从政四十年 从一个 不入流的小金官 逐步成长为 国家的洞阳之才 孤公之臣 官之胡广总督 山甘总督 和云贵总督 并两次 受命钦差大臣 可谓 为其人臣 荣光无限 然而林则徐 并不因为 自己地位的尊崇 而忽略 对人才的重视 相反 他一直是一个 举贤见能 任人为贤的伯乐 那么林则徐 到底是如何 会演示英才的 他的独门秘诀 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作为一个 拥有着大权的 一个官僚 仅仅做到 以身作则是不够的 那么当他 拥有了推荐 选拔人才的 这个权利的时候 他又会 怎么样去做呢 这就是我们 今天讲的第二点 林则徐 独创 考核方法 晚清时期 对于干部的考核 它是有一套制度的 一般是三年一次 对于京城 这些官员的考核 叫做经查 对于京城以外的 这些官员的考核 叫做大计 考核的内容呢 一般有这么四项 叫做年 资 得 勤 就是要考核一个官吏啊 他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 他的资历 又是怎么样 他的道德品质 品行怎么样 最后 是他的取得了哪些业绩 对于官场上 考核 官吏的这样一套制度 林则徐 很清楚 但是他非常不满意 林则徐认为 这样一种考核方式 看到的都是表面上的现象 那么这些被考核的官吏呢 一般的 都要对自己的缺点 进行演示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 林则徐 就独创了属于自己的一种考核的方法 那么这些考核的方法 都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 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叫翻旧证 所谓翻旧证啊 就是把他所接触过的一些官员 优缺点都记在脑子里 当遇到要提拔使用的时候 把这些优缺点翻出来看一看 这就是翻旧证 比如说 1839年的1月 林则徐受命担任钦差大臣 赴广州禁烟的时候 来到广州 人生地不熟啊 对于一切的养务和遗物 林则徐啊 需要有一些心腹之人 去进行暗访 才能了解到 但是这个时候 林则徐身边 没有这样的心腹之人 怎么办呢 林则徐就开始翻旧证了 这一翻 他就想起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安徽淮宁县人 他的名字叫马臣 林则徐把马臣翻出来 这个马臣是什么人呢 马臣就是在林则徐 担任胡光总督的时候 这个马臣是林则徐的属下 是一个军官 他的职位是什么呢 是湖南浮标游几 管理军队 林则徐对他评价很高 说马臣呢 身干五倍啊 精力很充沛 很强 但是呢 后来这个马臣 出问题了 什么问题啊 这个马臣的一个家丁 就收受了一个 替班士兵的钱财 就等于收受贿赂了 马臣受到牵连了 因为失察 受到了朝廷的处理 被割职了 对马臣的割职啊 林则徐感到非常的可惜 所以当林则徐到了广州以后啊 他就想起了马臣 他就给马臣写了一封长信 并且烧去了银两 这个银子是干什么的呢 是让马臣赶到广州的时候 作为盘缠 也就是路费 马臣接到书信之后啊 很快就赶到了广州 到了广州之后 工作非常出色 没有辜负林则徐的期望 对林则徐是忠诚不二 在禁言的过程当中啊 这个马臣就暗访鸦片贩子的举动 搜集了很多很多的证据 也成为了林则徐禁言的一些证据 我们看这就是翻旧账 那么第二种方法叫做旁比 这个旁比啊 就是把若干属下的一些言论 一些话 拿过来跟事实进行比较 通过比较呢 发现哪些人说的是实话 哪些人说的是假话 林则徐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 来考核干部 那么在具体考核的时候啊 这个林则徐啊 就召见这些官员 跟官员谈话的时候啊 基本上都是一个话题 都来谈 谈的时间也很长 但是在谈的过程当中啊 林则徐安排一个人 在屏风后面偷偷的记录 把谈话的内容啊 都给记下来 记下来以后呢 把所有谈话人的记录进行比对 然后跟事实再进行比对 通过比对就会发现 哪些官员是诚实的 哪些是不诚实的 那么这样呢 就作为提拔任用干部的一些 基本的依据 这是第二种措施 第三种办法 就是建党 就是建立档案的 就是林则徐 为他所接触的这些官吏 要建立档案 一般情况下 林则徐在跟这些官员 进行谈话的时候啊 都要把一些基本的情况问清楚 比如说 你的简历是什么 你的技能是什么 你有什么嗜好 你接触过哪些豪杰 结交过哪些人 都要一一地询问清楚 然后把这些基本的情况呢 记录下来 做成档案 那么在林则徐家里啊 有一个大柜子 这个大柜子里面呢 又放了十八个箱子 这十八个箱子里面 装的全是官员的档案 那么遇到要任用干部的时候 这个林则徐就到档案里边进行查队 所以这些方式都是林则徐独创的用人的方法 考核官吏的方法 林则徐独创的用人方法 为朝廷研览了大批既有办事能力 又有实干精神的人才 特别是林则徐对待给下府官员的考语 极为重视 用词也极为考究 留下了很多传送至今的佳话 那么林则徐对考语如此重视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 他举荐的人才中 又有哪些为后世所赞誉呢 就这样 林则徐按照自己的原则 按照自己独创的考核干部的方法 来推荐和考核干部 那么效果竟就怎么样呢 效果肯定是很好 他推荐的很多的干部 都被朝廷所重用 每一次推荐干部的时候 林则徐都要写下考语 我们今天在看自己考语的时候就发现 林则徐所推荐的干部 所写的考语用词都非常的考究 没有两个官员的考语是雷同的 从这些考语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官吏不同的性格 比如1836年的时候 朝廷大规模的考核官员 林则徐给自己下属啊 每个人都写了考语 今天我们在看这些考语的时候 非常的感动 为什么感动呢 每一个官员 林则徐都认真地写考语 我们把其中的两个人的考语 把它选出来 对比一下 看看这两个考语有什么特点 那么这两个考语是给谁写的呢 一个是给当时的江苏的岸查史 叫玉谦给他写的 另一个考语呢 是给江宁的延寻道 叫基拉明阿给他写的 我们先看看给玉谦写的这个考语 考语多章说 江苏岸查史玉谦 襄皇旗蒙古近史 年四十三岁 才是名爽奋发有为 地方事件常能留心查法 这段考语啊 除了把这个玉谦的基本简历 说清楚了以外 还明确的表述 明确的说明 这个玉谦这个人呢 办事非常的干练 雷厉风行 对社会情况也留心查法 非常有上进心 我们再看看 他给这个基拉明阿写的考语 考语当中说 江宁延寻道 基拉明阿 正白旗满洲 避贴士 这是一个官职 年四十六岁 小心锦翅 遇事皆能 勤慎奉行 这个考语当中 也是讲了基拉明阿的基本情况 然后讲了基拉明阿的工作的特点 什么特点 就是这个人呢 办事非常的谨慎 小心 遇到上级布置的事 也能够谨慎的完成 大家可以看看这两段考语 所描述的两个官员 他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李英泽徐的用心 那么后来 这两个官员 他们的这个作为发展又如何呢 我们知道 这个遇迁呢 后来他梳理两江总督 被任命为侵材大臣 到浙江抗击雍国侵略 结果在抗云过程当中 兵败 头水自杀了 实际上 遇迁 是一个民族英姓式的人物 而这个基拉明阿呢 后来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档案史料当中 也没有看到他以后的什么痕迹了 这说明林泽徐的用人呢 是非常非常的准确的 那么对于其他官员的考语 林泽徐也是认真地去书写 从这些考语当中 我们看到了性格不同的 若干官员的形象 那么林泽徐的这种做法 在我们今天呢 也值得我们借鉴 对我们今天任用干部 使用干部 也有很大的启发的意义 从以上 我们所讲的这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 林泽徐在长期的实践当中 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围观之道 这个围观之道 我们可以概括成 恰受原则 轻正怜悯 知人 善任 那么林泽徐在围观方面 有这么多 值得称道的地方 那么在他的人生当中 还有哪一些 精彩的经历呢 我们下一次再演 谢谢大家